那今天我們就分別帶來了四個品項 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2022年的新品 冬天的限定款 都只要喝到哪雙了 像是在吃生魚片的這種口感 真的有生魚片的口感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 2022年飲料店的新春飲品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愛喝手搖飲的人 幾乎是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以上 那今天呢我們就分別帶來了四個品項 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然後有尼克夏 然後Coco 卡牌 還有Tea Top 那這些呢都是飲料店的新品 那我或者是一些我沒有嘗試過的飲料 那也是在冬天才會有的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來試試看吧 第一款呢我們要來先喝喝看 尼克夏的骷髏粉梅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尼克夏呢 他在每年的冬天都會推出一些 像是草莓雞啊或者一些莓果劑之類的 系列產品 那今年一樣也推出了三款 那我們就選擇裡面一款 感覺看起來比較特別 比較夢幻的飲品 那骷髏粉梅呢 他是用草莓的酷麗醬 加上茉莉綠茶 然後把它綜合起來呢 打成冰沙之後 然後上面再鋪上一層 很鹹甜的奶霜 那我們就直接喝喝看吧 先PO吃一點他的奶霜 他的奶霜以奶蓋來說算是蠻濃密的奶霜 直接先用開口式的喝法 然後直接一口喝下去 應該可以喝到三種的味道 都只有喝到奶霜了 完全喝不到下面的飲料 他上面的奶霜第一口喝到之後 我覺得他非常非常的綿密 算蠻鹹的 就是有些奶霜其實 大部分都是做比較偏甜的 但我覺得他奶霜其實 鹹的程度算是蠻高的 上面喝下來的話呢 第一個 因為他奶泡會先進來 所以呢那個奶蓋的味道會出來 但是呢 因為他已經跟下面的冰沙 還有他的草莓醬做融合了 所以他的那個鹹味就會被蓋掉 比單喝奶蓋的時候呢 他就會比較融合一點 然後只有奶香的味道 然後不會那麼鹹 那如果從下面喝上來的話呢 會先第一個 會喝到草莓酷醬的味道 他的草莓味會非常重 之後呢 會喝到一點點淡淡的 茉莉綠茶的味道 但其實真的非常的淡 如果你不特別去注意的話呢 你可能會根本不覺得 這一杯飲料裡面有茉莉綠茶 然後接著呢 最後進來的就是奶蓋的味道 但其實他奶蓋的味道呢 就會變得比較重 然後鹹味會比較出來一點 就如果奶蓋他是最後一個進來的話 所以其實從上往下喝 跟從下往上喝 喝起來的感覺 跟口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那總結來說呢 其實我覺得 我本身是一個非常喜歡喝迷克夏的人 但其實這一款來說 我沒有到那麼的喜歡 因為呢 他是用草莓酷麗醬去做成的 那他就沒有辦法喝到 就是草莓果肉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是稍微差了那麼一點點 所以呢 我給他的評價大約是7分左右吧 好啦 那我們就接著看看其他的飲料吧 第二杯呢 是康拜的港式厚奶 那港式厚奶呢 也是康拜2022年的新品喔 一般來說這個港奶呢 就是茶味比較重的 茶 然後呢配上煉乳 然後只綜合而成的 那這一杯他比較特別一點 他是使用淡奶 那淡奶又是什麼東西呢 他其實就是不用加糖的煉乳 所以喝起來呢 就是女生啊 就比較不用害怕會變胖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來品嘗看看吧 喝下去的第一個感覺呢 其實他會有非常重的煉奶的味道 他雖然是淡奶 但是他也不會把你的奶味 直接讓他變淡然後沖淡的感覺 還是有非常濃厚的這個煉奶的味道 那接著呢 茶味就會進入你的口中 然後混合起來 但是呢 他的茶味在最後一點點 其實是有帶一點苦味的 整杯喝起來呢 就不會是那種很濃厚 好像很甜很膩的這種港式厚奶 喝起來呢其實還蠻清爽的 以港奶來說算是我蠻喜歡的一個品項 就是畢竟我也喝過蠻多的港奶的 就是我去夜市啊或者是去餐廳 基本上呢是一定會點一杯港奶來喝的 那這杯呢給我評價大概可以到 8.5顆星吧 我覺得他算是港奶裡面不會太甜 然後茶味也不會過於的搶性 那所以我覺得這杯算是蠻好喝的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杯吧 第三杯呢我們要來品嘗的是 Coco的紅豆珍珠鮮奶茶 那我們本來是沒有要買這杯飲料的喔 因為呢其實我們當時有看到的是 Coco有推出一款新品 叫做黑糖波波奶茶 那結果沒想到我們今天拍攝當天去購買的時候啊 就是他告訴我們在跨年的當天呢 黑糖波波奶茶就已經被賣光了 於是呢我們就詢問一下店員 那他們最近的新品是什麼 然後他就推薦給我們這款 就是紅豆珍珠鮮奶茶 我有上網去查過 其實好像在2018年上下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這款飲料了 不過呢他應該是冬天的限定款 看到網路上的評論呢說 有人每天都需要喝一杯這個飲料 所以我也蠻好奇他到底究竟有多好喝 可以讓人家天天都去買 喝進去的第一口呢 感覺就是他紅豆的味道一定會是第一個先進來 因為紅豆他比珍珠好咬 所以你一開始在咬的時候 紅豆味道就會馬上就出來 然後那你的整個奶茶 其實算是提升了一個層次啦 是一個加分的感覺 然後珍珠就中規中矩 我覺得他也沒有非常的特別 他就是一般的正常的珍珠這樣子 這杯飲料的重點根本也不再鮮奶茶了 也不再珍珠 他其實這杯的重點真的是有 火在紅豆上面 所以其實以冬天來喝的話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飲料啦 評分上的話我覺得跟米克夏差不多 大概也就是7分左右吧 然後我覺得就是他的飲料的話 大家不要點太甜 因為我覺得他本身的紅豆的味道 還有珍珠的味道已經夠甜了 所以像我這邊是點半糖的吧 那我就覺得他其實不適合再更甜了 因為再更甜的話呢 你如果就會讓你這杯的飲料變成非常的膩 就是奶茶的味道也過重 然後加上紅豆跟珍珠 太多太重的味道加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可能就不是那麼的好喝 好啦 那我們就進入最後一杯也是今天最特別的飲品吧 最後一個品項呢 是來自Ttop的2022年新品 WASABIQQ 也是我們這次拍攝的重點壓軸 因為當初呢我就是在網路上 然後呢無意間這樣翻著翻著 看到了這個Ttop的飲料新品 我簡直驚呆了 當時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飲料出現在這個飲料店裡面 就是太創意料理了吧 然後呢我就想說我們就要來製作一集 然後順便來品嘗看看 而且呢他網路上的官宣呢 還說因為呢他是用茶凍啊珍珠這些 然後配上濃厚的奶茶再加上WASABI 所以呢你就會感覺到你像是在吃生魚片的這種口感 實在是太讓我驚豔了 我也真的很想要試試看 然後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來品嘗看看吧 順便跟大家說一件事情就是呢 其實我本身是不敢吃WASABI的 所以呢我也很好奇 這個喝起來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因為我非常的愛喝奶茶 但是我非常討厭WASABI 那究竟他們綜合起來呢 會蹦出什麼樣的滋味呢 非常的緊張 真的有生魚片的口感呢 吃起來真的很像在吃生魚片呢 他這個茶凍是大塊的 喝下去的時候呢再配上這個茶凍 你就會明顯的感覺到很像是滑溜滑溜的生魚片 在你的口中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第一個你喝下去的第一瞬間 WASABI的味道就進來了 但其實他最後 後來去融合在這個 茶味奶茶裡面 你竟然不會覺得他很突兀 或者是很分離的感覺 很難想像 WASABI竟然可以跟奶茶 一起喝下去 而且 不會到覺得很奇怪 就是還讓我滿驚訝的耶 不然以為他會很難喝 但是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喝 我覺得綜合評價下來呢 以一個不敢吃WASABI的人來說 他其實還是有在我的及格範圍內啦 就是我覺得他大概就是6.5分吧 那就是一個很特色的創意飲品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自己去買來試試看 因為他一杯 這樣子中杯一杯59塊 我覺得沒有到很貴 大家可以嘗先看看 那今天我們品嘗了四杯這個2022年的 算是新春的飲品啦 那其中最特別的 讓我印象最深刻 當然是我現在手上的這一杯 就是WASABI QQ 今天讓我最驚豔覺得最好喝的 應該是港式厚奶 就是真的讓我滿驚豔的 沒有到負擔很重 然後喝起來卻又有想要的那種茶味 以及他的煉奶味 其實都算是非常的到位 所以今天如果要排名下來的話呢 我第一名會給這個 康拜的港式厚奶 那第二名呢 我會給這個 迷克夏的 然後第三名呢 就會是 我覺得這款料理 他比較像是一個 創意料理啦 所以如果你要我再去做回購的話 可能機率是最低的 不過也算是一個 蠻特別的新品 所以第四名的話 就是我們的 TEATOP的 WASABI QQ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飲料的 綜合排名 還有品嘗的一些 小心得喔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自己去買來品嘗看看 有些可能有限定時間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購買的話 也要記得注意一下時間喔 那今天的飲料開箱 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這邊有一些 也有哪些 或是 然後 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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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